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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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蘇慧賢訓練的天池怪盒 來香港的時候 都由74分起步 但今季就越跑越進步 兩匹馬今季都曾經三度勝出賽事 在打比可不可以交到好成績呢 至於協霸神區和大金庫 來香港之前的戰績量例 他們能不能及時在打比大賽 展現自己最強的一面呢 今季打比入圍的馬匹 全部都是自購馬 除了一些來源地 我們熟悉的地方 剛才說了一些澳洲的馬匹 昆士蘭 之外 有個新地方 巴西馬 就是這隻協霸神區 都有不錯的表現 來到香港 他都很早就能夠贏到馬 不過跑到四歲馬系列的時候 好像又沒有預期的進步出現 那也是 大家都 這隻協霸神區 在巴西都已經是王級 很厲害的 但是在香港 比較在香港的馬來講 那些級數好像差一點 可能他去年四月淹完 但是他也算是贏過 最近這兩場其實都有些藉口 前一次千六米 在外面和大農區都是虧到牛 上一次其實我都說 他是擠前面的好處 那天的地 他是沿途三疊 但是回來 省位多一點的添滿意 都是先他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又不是太差 而他的檔就比主要對手更好 那如果你又被他省省 三四名呢 或者都有機會 他不是差的 當然 比預期 如果再好一點 還會好一點 當然 他又不是說跑得差的 那現在我們找到蘇小輝奇 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正常的步速 給他發揮 還有好的地 我覺得他會跑得不錯 這隻馬都會 那我記得跑二千米那場 那隻馬就跟前一點 還有記得你說過那隻馬 在巴西都是放頭跑 跑法上會不會更加主動一點 我想不會的 這隻馬應該是留住一點點 來衝 我想是最好的跑法 應該是 如果你跟前了 他真的 我們看過 跟前了 然後跟前一點 一跟前了 那個 末段 他的發揮比較平一點 那些軍速的東西比較 那我覺得 我們都會將他 無論什麼檔都好 都會 順其自然跑 然後在後面 撥爆一段 來跟他衝 協伯神區 在巴西贏的兩場一級賽 我想他因為 他是大超級 他擺前一點跑 跟前一點 然後去到末段 一踩 就已經完全扔掉了對手 很值得參考 有時候外地的片 我們看得多 那個步速跑法 跟香港的馬有時候不同 那一場他又贏大難地 不過這次他一踏又不同 我想蘇紹輝 可能因應過內蕩 你主要實力馬排外蕩 他跟著四至六位 他經常教我們 你跟那個好一點的位 但是他的師傅好 或者蕩位好 有遮擋 有流的效果 是吧 可能衝起來 他也有得接近的 不過現在有些馬跟前了 回來又沒得衝 是 我們訪問 沈集成那時候 還沒有排位 就是看他會不會 排完位之後 會想一想 會不會有些改動 他會聽我們說的 應該是 有些馬的跑法 相信不會太大變化 譬如其中一隻 今季的超新星 很好馬 這隻馬 很鬥心的 之前見過 當然是在讓榜賽的水平 在馬群裡面 很肯追的馬匹來的 上來跑打比 這隻馬馬 真的有沒有機會 近一點 其實我覺得 上次雖然跑到第七名 但是我覺得 我們都很滿意 因為為什麼 上一次其實 比較慢步速 而我們在末段的時間 應該在同組裡面 我們是第二塊 上次當然有些少不幸 對面直路 可能搶了兩次口 直路好像有少少塞車 但是我們希望 增加到二千米 我們的信心是大的 我覺得 多二百米 可能對好好馬 更加適合他發揮 其實很多對手都很高分 其實你有怎麼看整個形勢 其實你看回 十四隻馬 有幾匹都是 好好馬的提下敗仗 那形勢 大家都應該 這場馬 大家都很講祭遇 很講備速 機會大家都會有 馬主對好好馬的後勁 就很有信心 另外一個可以是優點的地方 會不會是這匹馬的狀態呢 這隻馬仔 我想他都挺容易粗氣的 加上這次 四歲公平一生一次 當然是向正這個打比 來到臨到賽前 就推到最高峰了 這個狀態 個個都想的 但問題馬主說 那個末段最快 我們都算末段 但不只是算這樣 你看回片 哇大哥 他那個天滿二那個勢 勁他很多 他追上來那個勢 是不夠強 那你這次十當 你都是迫著留後 那入到直路 你就算全場最快的 末段 都是這樣說 都是可能得個近 我寧願覺得 協霸神區可能會高他一點 那些暴力也會高他一點 就是你說稱下去 那些四五名馬匹 你會覺得 協霸神區可能機會大 那些暴世不同 大家拿著 拍在那裡 那說到那些勢頭 贏過二千米 又是新勝馬 都是一個賣點 天池貴俠 都是一個近跡好的馬匹 而且就 那個場地 他肯定很熟 贏過這個逃程 就已經是兩次那麼多 雖然就是比較低分 剛剛好贏到夠分 入選島 但是那個逃程經驗 會不會是一個優點呢 有利條件 起碼他確認了 他二千米的路程 那他在外國 都是有贏二千米的紀錄 那他近幾場 其實他真的跑得很好 加上潘頓那個發揮 那你問 如果對著 譬如打給那天那些對手 那當然 在形勢上 當然好像吃虧一點 但是你看回他的時間 其實他也是跑得好的時間 其實他也是跑得很好的時間 現在大家都是Z rate 希望可以到臨場那天 也發揮到 鄭馬最好的能力 那天 看見他之前也試過流後跑 有五場場也在中間 其實會不會算不算 比較容易發揮 我們曾經試過 其實之前有一兩場 是放得前了一點 他回來是比較差一點的 贏過之後 找到應該是 放在中間或者中後會比較好些 前一兩段 希望能放鬆到 因為看上去那個Dash 不是太強 那隻馬 變成就比較平均速一點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可以 前段不要用太多 希望可以在 拉斯 更加可以發揮到他的 衝刺力 師兄你經常都有些怪想法 你覺得這隻怪盒 有沒有怪招出到 怪想法就是 我們行家的機格教落 閉上眼都會跑 2000 我教落 跑的時候 不能閉上眼 但是問題就是 他真的很傻 上次133磅 他也算是贏 雖然姿態不是很厲害 老實說 有時候跑馬 也有時候路程依據 跑慣 轉兩個彎 我又不敢說 會殺他的機會 但是算級數 算評分 你上次82分贏 總是覺得他也是近 而怕沒有什麼冠軍相 只有他很有準誠那一面 還有他一定 在跑法方面 他一定不會錯 天池怪盒作戰經驗 比較豐富的馬匹 相對來說 高八身馬房那匹大金庫 我覺得比較慘 他是寶寶 因為算在香港 又跑了四場 上次小馬場合 跑第二 那場只有六匹馬 但來香港之前 跑兩次 加起來 他有六場作戰經驗 似乎在這一方面 就蝕底很多 雖然他大家都是四歲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大金庫 好像現在才起步 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我覺得他 真的 他跑得很少 他上次第二都不聰明 賺光 人家就蝕了 才過不到 已經聰明過之前 聰明過之前不夠 在這一組裡面 他真的比較下風 如果你看他在英國的戰車 在新市場 跑直路賽 那時候 跟同齡馬匹跑 挺有天賦 不過往往是 他現在的經驗不夠 也就是北半球馬 分分鐘都是要下一季 才見到真正的實力 進度 是啊 所以這隻 就可能要秤低一點 又談了這些 不同馬房的自購馬匹 下一節回來 就談一下 重量級人物